说好了啊 接下来所有的结果你都能承受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接下来问你几个问题 晓风如果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办 这么多人看着 我的同事也在这 他要是赶不来 那这视频我就放到公司的网站上 我得让更多的人看着 你不能够打扰别人的生活 我要公布我的练习 你公布 你可以公布 你没有必要把视频传到网上 你第一是影响了别人的生活 你骚扰了别人 第二 如果晓风来了 他说他就是不喜欢你这样的性格 他就喜欢温婉含蓄的 你怎么办 您可以因为一个男人改变的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可以为他改变 可以改变成温婉型的 生活里我可以为他去改变 话问到这地步上来的时候 他这个态势有点颓了 没有开始那么嚣张了 其实人还是要谦逊一点 让我们来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见 你好腼腆啊 主持人好 怎么 你已经被唠了一下 谢谢 你经常这样被女生亲吗 没有第一次 那你刚才怎么不反抗呢 我都不知道 你应该学会抗拒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巧方 来自大连 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到这来啊 我今天来有几句话想对于岳 说我希望主持人能给我一些时间 我给 我当然给了 你现在就说吗 现在 好 接下来有请你们站到各自的位置 接下来是岳岳的告白时间 小峰 今天我 岳岳你先别说 先听我把话说完 岳岳 你很勇敢 很优秀 也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 其实之前你向我表示你喜欢我的时候 我都感觉到了 但是有些话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希望你听了之后不要激动 岳岳 我不喜欢你 对不起 我为了你做了那么多 你为什么从来都没告诉过我 你为什么不在办公室说 你为什么不私下告诉我 我怎么能不激动 什么不激动 你让我丢人呢吗 我早上每天早上 在你上班的路上 我就开车等着你 我希望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上班 我家庭条件再好 对你有个大家子吗 我做什么都是亲力亲为 我为你做早餐 每天放在你桌子上 你不是中午也怕我累 也帮我买咖啡吗 我怎么不激动 你明明是爱我的 我希望每一分钟都跟你在一起 多余的时间 连剩下的时间 下班这种事 我都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 你告诉我你不喜欢我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你别碰我 你什么意思 我是爱你 然后你到这来丢我的面子 你现在抱着我做什么 你算你可怜我吗 我不需要你的可怜 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 就是希望把话跟你说清楚 之前你为我做的那么多 我也有回应 是因为我觉得我亏欠 你知道吗 我不光对你一个人这么好 我对办公室所有人都这样 因为我觉得每天上下班都很辛苦 可能我对你的好 对你们的好让你误会了 你是感觉你欠我的吗 难道你让我在办公室拒绝你 这样你会很没面子 那我现在就有面子了吗 这么多人看着就有面子吗 同事看着就有面子吗 你是考虑到我了吗 你考虑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今天来还有第二个目的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